第一个遗憾 就是双语教育 高雄市如果在两年之内 推动全高雄市实施 中英文双语教育 会影响高雄未来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发展 第一个遗憾 万一新的市长 没有办法继续推动双语教育 这个会让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遗憾 但是不管当市长是一年半 四年八年十二年 都要下台 重点是下台的时候 留的是什么 我们市府的团队在这边 议员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不贪污的团队 这是一个不炒土地 不包工程的团队 我们全部是认真的做 市民朋友愿意我们继续留下来 我们就继续打拼 市民朋友觉得我们这个团队 包括对我本人觉得不认同 罢免下去 我们就会离开 但是不管做多久都要走 我再讲一遍 为官一任 照福一方 我们能做多少 本主我们自己良知 所以双语教育如果在高雄 没有办法推动 南台湾整个高雄 没有办法面对国际 我们下一代的前途会非常辛苦 下一代的高雄子弟绝对不会跟台南台中基隆竞争 下一代的高雄子弟是直接要面临到美国 英国大陆日本的竞争 所以我觉得高雄未来前途唯一的机会 唯一就在国际化 我们整个团队做好基本工作 就是要全力来冲下一代的国际化 以及照顾弱势 我觉得这是市府团队 放在肩膀上的责任 办好教育 照顾弱势 如果被罢免 我们没办法继续推动 我个人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是整个高雄市百年的基业 垫下来的国际化的双语教育 如果被取消 这会是高雄市市民重大的损失 谢谢